由普吉乐林健康活力中心主办的师生书法油画连战 邀请36位师生艺术创作的盛宴 让乐林学员在艺术世界中不断探索与成长的生动写照 我们普吉乐林中心一个礼拜都有开课 不只是油画跟书法课 那我们主要就是让一些退休的学员们 他们能够在退休后还有一个兴趣的培养 感谢乐林有一个让我们发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是协议自用的好地方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乐林学习 现场展出近百幅书法与油画的作品 充分展现了普吉乐林健康活力中心的宗旨 透过多元化课程设计 提升乐林长者的身心灵健康 延缓老化促进终身学习与社会参与 那是太快乐了 尤其在我们这种一年一年老去 很多事情好像都很没力 可是话起话来就让我心情非常的平静 而且陶醉在其中 所以我现在几乎每天都画 色彩的认识还有他们在构图上 然后能增进他脑力的一个发展 对然后在眼手的一个配合度在画的时候 那在整个线条的运用啊 颜色的运用啊 还有他自己的想法 此次乐林书法与油画连展的学员 大部分都是除此接触 却在短时间内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 从油画中的鲜活色彩到书法中的墨韵流动 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对艺术的热情与投入 也承载着学员们对于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心灵的升华 记者曾光佑 普里正采访报道